在台南有一次刚好回台湾的时候 看到了奔放的制作 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着迷 我想说哇这个实在是太棒了 把音乐美术文学戏剧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真是一个了不起 一个天才的一个想法 非常巧的就是奔放的音乐总监吴敏词 是我的国小同学 我们这个一拍即合 拉威尔是一个我们常常讲说 是一个印象派的一个作曲家 其实他的音乐里面有很多的 我们讲说东方文学或是东方的艺术里面的 一种非常含蓄优雅的一部分 那对于这个徐志摩他这个三个生命中三个很重要的女人来说 那在这个拉威尔的音乐里面我觉得是一个绝配 我们说这个歌曲 其实他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很 很popular 是一个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通俗音乐的 这个流行音乐的一个作曲家 可是他第一次把这个流行音乐 把它写到我们可以在这个 卡内基厚里面 可以在这个古典音乐 这个最最高的这个殿堂演出 那是他把这个音乐 这个跨越了这个界限 从一个古典到一个这个通俗 我们把这个音乐就就就就打开来了 那他用一种很直接很直白的这种白 甚至是这个当时不太能接受的 这个白话文的这个写作方式 他可以用这样来写 其实这个其实在精神上来说 对跟Gershwin的这个精神 其实是非常的接近 Zither Harp 那我们在台上 我们想要跟观众互动 那我们也跟其他的表演者互动 我们要怎么样去感觉 这个舞台上面的这个能量 还有这个一个什么时候是动 什么时候是劲 那如果我们在音乐家在演奏的时候 你可以真正的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想观众也可以感觉得到 我想这是一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新的体验 感谢观众互动 感谢观众互动 感谢观众互动